中華醫師科技台下創好五十六十年的浩慶典禮 三好上午在學校的年月天來記憲 包括總統努清朵、副總統小美琴 也都特別投電來很好 現場出色的貴賓 有吃日本的議長蔡良明 吉米和日本的議長周瑋寧 以及市府秘書丹宗明 學校的浩慶、家長和家長和家長 加在國際學校的校長頂貴賓、頂貴賓、頂貴賓 執經過得真快 我們學校創校已經五十六年了 在校慶典禮這個重要的日子 首先要感謝各位貴賓、各位好朋友 百忙之中立臨參加 為我們學校五十六歲的校慶增添光彩 五十六年前的中華醫大 和如今的中華醫大 無論是在環境與規模、教學設備 還有學生人數都有顯著的發展與進步 我相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此我要感謝立屆的董事會 還有立屆的校長對校務經營的投入跟奉獻 我更要感謝我最愛的全體教職員工的努力和奉獻 讓今天的中華醫大在醫師健康人才的培育上 連累積了卓越的成果 電力當中 校長孫義明也特別奉發今年的結出校友中 今年的結出校友 有補敏鎮、李依錫、高金鵬、李英傑、許惠美、陳玉琦、陳世偉、許林鎮和胡家瑋頂高尉 當選人都是改喉不一樣年代跟科學比亞 在國防國亞有很好的生意 另外學校還要幫忙讓武門10年 20年到30年的祖籤到一晚 包括校長孫義明也告訴許淑珍 並24位學長 台南新聞您跟蔡鳳報道 台南新聞您《高貴說家瑋頂高尉》 真正很難掛揚 台南新聞人人